第五十六章,青山会馆。 虎行拳? 腾家庄不外传的虎行拳? 孟露童激动地抓着这本秘籍。 对,这可是爹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胖乎乎中年人,这才一擦额头汗珠。 孟露童连翻开这本秘籍,一张张迅速翻阅,只见每一页都是一幅图画,旁边则附着一两句话。 从第一章一直翻阅到最后,孟露童双眼放光,惊喜喊道,这才是内加拳啊,那三体式叫什么呀,肯定是骗人的,这些招式才对。 哈哈。 胖乎乎中年人露出一丝欣慰笑容。 孟露童顾不得他跌在身侧,立即将秘籍放在一旁,开始照着图画,开始练习起来。 自从第一本《虎行泉》泄露后,而后扬州许多地方,不少有权势的人物都从不同渠道得到了《虎行泉》秘籍,仅仅数日功夫。 虎行泉的外泄就惹得轩然大波,桂元宗甚至于宣称,如果有人私自贩卖,虎行泉一律抓了押入监牢。 在桂元宗命令后不久的第三天,5月初四,在扬州十三郡的任何一个郡城内,都有一家新的会馆开张。 此会馆竟然叫青山会馆。 南兴郡城内,一条繁华街道上,数百号人围在一座大型府邸前,这座府邸的牌匾上还缠绕着红布,牌匾上有四个大字,青山会馆。 青山会馆?既然有会馆,赶起这个名字,就不怕得罪桂元宗。 嘿,这你就不懂了,今天早晨这会馆开张,那时候可还是有桂元宗的人到场的。 这会馆怎么起这么个名字? 难不成,腾青山大人也开会馆,要做生意? 不少人疑惑,嘀咕着。 在他们心中,如今的归元宗根本就是腾青山率领之下,才有如今的威势。 虽然腾青山不是归元宗的宗主,可地位却胜过归元宗宗主。 他们不懂,一个须尽强者,弄这么一个会馆,是来干什么的? 随着时间推移,会馆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据说,今天下午,青山会馆有大事宣布呢? 现在时候不早了,也该宣布了。 早上开张时,会馆传出的下午有大事宣布,令会馆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待到午后一个半时深后,这青山会馆外几乎站满了人。 忽然,动,动,动,大量穿着铠甲的归元宗军室从会馆中涌出,而后有序地在青山会馆外站好,维持秩序。 随后,从青山会馆内走出三人,这三人分别是如今南兴郡的郡守,陈卫军的将军,以及青山会馆的馆长。 哈哈,各位。 一身身青色长袍的老者拱手笑道。 在下,南兴郡青山会馆,馆长五年。 今天是我青山会馆开张,今早我就说,下午有大事宣布。 顿时围观的人都立即竖起了耳朵,原本的嘈杂声也立即低了下去。 这馆长五年朗声道,这件大事便有关滕大人,有关内加权。 顿时,一片压抑的议论,惊呼声。 在人群当中,便有那位跟随父亲一道赶来,被护卫们保护着的孟禄童,他耳朵竖起仔细听着。 只见那馆长五年环顾众人,朗声道,前些日子,滕大人少年时期所创的,也是那家权的根基权法,虎行权,偶然外泄。 当得知这消息,滕大人大为震怒。 在场众人都彼此低声议论,笑了起来。 能不震怒吗? 放眼九州大帝,各大宗派,谁不是将自家秘籍看守好? 禁止弟子外传? 不过滕大人心胸宽广。 馆长五年红声道,他思虑前后,也想明白了,他所创的那家权,本就是要传弟子。 既然如今外泄,就当老天要如此,就顺水推舟,将他所创的这本《虎行权》,公开向天下所有人贩卖,以低价卖出,让天下有智学内家权的人都能学到。 什么? 顿时一片惊呼声。 乱了。 混乱了。 九州大帝开天辟地以来,谁家宗派不是壁肘自贞? 如果将自己秘籍外传,别的宗派都不到,不是令对方实力更强。 像天下人卖秘籍? 这滕青山大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滕青山大人还是年轻啊,今年也才二十三吧,如此年轻就达到巅峰,心态不稳,爱出风头是正常。 可惜啊,如此珍贵秘籍,该藏好传自家弟子才是。 不少在场的人既是惊喜,又是叹息,惊喜他们能看到虎行拳,秘籍。 叹息是叹息那滕青山太过鲁莽。 馆长,到底什么价? 别弄得几万两银子一本,咱们可买不起。 有人喊道,那家拳秘籍,一本卖个几万两银子也不贵,买不起就别买。 也有另外人呵斥。 青山会馆外,是一片嘈杂。 各位,切勿大声吵闹。 馆长五年声音回荡在街道内,议论嘈杂声,立即降低下来。 这那家拳修炼不易。 馆长红声道,就算有秘籍修炼,一百人当中,怕也难得有一人修炼而成。 这句话是真的,当初有藤寿等人教导,修炼出那家拳,也是二十人中有一个。 如果没有师父教,只是靠秘籍,难度要高很多。 我们懂,这等神奇拳法,资质要求,高是正常。 有为官的人喊道。 馆长五年,则是微笑道。 按照滕大人所说,之前泄露的秘籍,是滕家庄内的基础秘籍,较为粗略。 如今,我青山会馆,对这种秘籍,也开价卖出,一本,虎行拳,秘籍,只需要一百两银子。 什么?就一百两银子?怎么这么少? 再常人都愣住了。在九州大地上想学内境,是很好银子的,须知,莲纳,乾隆榜,除凤榜,仅仅一期一本就需要一百两银子。 而一本普通的内境秘籍,一般开价都在千两银子,至于传得那么邪乎的那家全秘籍,一本卖个数千两银子,绝对不奇怪。 一百两?就算是普通的乡下庄子,整个庄子的村民,大家一起凑凑,也能轻易凑出一百两银子。 也就是说,一百两这个价格,可是让普通的村民都能买到秘籍,学到虎行拳。 给我来一本。立即有人喊道,我也买两本。 立即有不少人喊起来,如此便宜,买回两三本,送朋友也好。 行。馆长五年,微笑朗声道,这一本,虎行拳,秘籍一百两银子一本,每人最多现买十本。 不过话说在前面,这,虎行拳,秘籍是真的,可也只是腾家庄内的基础秘籍,上面修炼之法,很是粗略。 这话,说的人群中,那位孟禄童少爷指点头,这几天,他修炼,虎行拳,有时候一幅图只是配两句歌诀,让他感觉有些模糊。 无法确定,这招真正该怎么施展。 考虑到这点,腾大人他亲自编写了一本,虎行拳的秘藏本,让归原宗予以印刷出来。 馆长五年红声道,这,虎行拳,秘藏本,里面画图极为仔细精确,而每一招是描述极为细致,可以说,就和师父亲手叫一样。 而且,这可是,腾大人亲自写的。 顿时在场不少人眼红了。 虚敬强者亲自写的书籍。 秘藏本 人群中的梦露童,立即双眼发亮。 这就是,虎行拳,秘藏本。 说着,馆长五年从身后寄来一本很厚的封面,则是精致的现装本书籍。 这本秘藏本,虎行拳,是之前那粗略的,虎行拳,密集足足五倍后。 拿在手中,好似一块大砖头。 这金色封面上,三个黑色大字,虎行拳。 写的是龙飞凤舞,仿佛一头老虎飞扑而来。 有一本密藏本,等于是有一名师父教导。 馆长五年微笑道,不过密藏本制作不易。 而且滕大人吩咐,扬州十三郡一共十三家青山会馆,每家会馆,每天最多只卖十本密藏本。 今天五月初四,卖到五月十六那一天截止。 也就是说,五月十六往后,根本不卖密藏本,虎行拳。 不过今天是青山会馆开馆之日,所以,没有限制,明天开始,最多一天十本。 馆长五年说完后,立即惹得不少人连道,这密藏本,到底一本多少? 五年微笑道,一本,虎行拳,密藏本,价格为一千两黄金。 这个价格,让在常人倒吸一口冷气。 一千两黄金,就是十万两白银,绝非普通人能买下的。 这么贵?太贵了。 不少人都忍不住惊呼。 这普通版本,虎行拳,和密藏本,虎行拳,买哪一种大家决定? 如果购买,请趁早,五月十六往后,各大青山会馆,再也不会卖这,虎行拳,密藏本。 馆长五年淡笑道,这密藏本,就算卖掉一百本,那点金钱对滕大人都不算什么。 这次卖密藏本,且截止到五月十六,也是有来头。 因为这一天,乃是滕大人开山立派之日。 卖,虎行拳,密藏本,也是庆贺滕大人开宗立派。 在场所有人都喧哗起来。 开山立派。 五月十六,滕青山开山立派。 虽然开宗立派,不过,滕大人当天不会开门收徒。 馆长五年淡笑道,如果谁能靠虎行拳,密集修炼出内境, 这就说明,有修炼内家权的资质,即可前往大岩山藤家庄,学习更高深的那家权权法。 第五十七章,五月十六。 虎行拳,密集外传影响力。 显然不及五月十六滕青山开山立派影响力大。 一时间,扬州各大郡城,九四青楼等地,处处都是谈论滕青山开宗立派的。 而在十三座青山会馆公开这件事情之前,滕青山开宗立派的请帖,就已经送到了,如今九州七大宗派中的五家手中,天神宫、雪鹰教、银士家族、摩尼寺以及归原宗。 归原宗和滕青山关系虽近,可这送请帖是规矩,不可费。 至于九州其他宗派的其他两个,宇皇门和摄日神山、纳神公徒和宇童海的死,早让滕青山和这两大宗派结了仇怨。 即使送去请帖,对方都不会来。 自然不幸多此一举。 摩尼寺,地处荣州,梁州交界之处,占地极广。 这一座寺庙堪称整个九州最大的寺庙,剃度的僧人,还有俗家弟子等,居住在摩尼寺的超过百万。 如此一座大寺庙,每天早刻诵经之声,甚至于传开百里地,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来到这进行朝拜。 摩尼寺内,佛陀山中。 这佛陀山,乃是当年世家祖师面壁九年,而后悟出圆满的,今生佛陀的地方。 现如今,唯有达至虚敬的佛宗大师,才有资格进入佛陀山。 而此刻,一名白眉老僧,飞入了佛陀山山腰的一处洞穴中。 师祖! 白眉老僧和石公进道。 只见洞穴中,正有一名身着黄袍的僧人盘膝,面对山壁而坐。 何事? 开口便隐隐有缠音环绕。 师祖! 白眉老僧恭敬道,去年名声大振的藤青山,也就是那位二十一岁便达到虚敬的藤青山,已经派人送来请帖。 说,准备于五月十六,进行开山立派,举行立派大典,不知师祖是否要去。 我就不去了。 平静的声音传来,这事情,你们决定即可。 是,师祖! 白眉老僧和石公身后,便退离开去,只剩下那销瘦身影,一直面壁而坐。 但凡接到藤青山请帖的,这些宗派和藤青山都没多少仇怨,一个个自然给面子,都带领人马过来。 虽然那天神宫和藤青山可以说关系撇清,可至少,双方没真正撕破脸,裴三用手段也只是暗中用手段罢了。 知道藤青山和不死凤凰关系,如非必要,裴三是不想和藤青山真的斗上的。 五月十五晚,大岩山上。 去年这大岩山便开始大兴土木,到如今,早就建起了一座足以容纳近十万人的宗派,因为明天就要举行立派大典。 此时,这里喧哗非常,处处灯火辉煌,许多人都在忙着布置,忙着检查各处,准备明天立派大典。 藤青山扶着李俊,缓步走在宗派内,此时的李俊距离腹中胎儿出世也最多八九天了。 师父! 只见不远处三人连宫进行礼,正是藤寿,杨东,薛新三人,既然要开宗立派,杨东自然带着凶兽帮八千号人赶过来了,这凶兽帮内,因为北海之灵的缘故,一流武者,就有足足一千人。 这只人马,如今直接成为宗派的护卫军队,都准备差不多了吧。 藤青山笑道,杨东连道,师父,一切都准备妥当。 嗯... 藤青山点点头,这些俗事,让二弟子杨东负责,不会出差子。 杨东、藤寿、薛新三人彼此相识,很知趣地行礼,然后退离开去。 青山,这宗派名字,你为什么取行一门这名字? 李俊看着周围,不由疑惑询问道,像那羽皇留下的门派,为羽皇门。 而秦岭天帝的门派,直接是银氏家族。 当年东北王红天留下的,则是红天城,青山,你的宗派,为何不叫青山宗? 青山门? 而是叫行一门。 藤青山仰头看着天空中那一轮圆月。 行一门? 自己这拳法,乃是前世师父藤伯雷所传。 而行一拳本身,更是前世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一代代完善而成,自己也是来到九州大地。 这灵气比前世充裕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地方,才能在宗师境界上再做突破。 我拥有的已经很多,不必再谈更多。 藤青山缓缓道,行一门,行一门,我这一门那家拳,本就是行一拳。 行一门,更适合这门派名字。 更适合。 嗯,我对那家拳也不懂。 李俊没多追问。 他却不知道,此刻藤青山那澎湃的心情。 行一门? 我要这九州大地,千秋万事,永远流传我那家拳法。 明天,明天便是行一门立派之日。 藤青山赶到自己,距离目标又近了一步。 不过,我那家拳,拳法种位太少。 可惜,以我如今境界,要创造诸多适合后天或者先天强者的拳法,实在很难。 如果我达到洞虚境界,就要容易不少。 若我能达到至强者境界。 恐怕,创造一套套拳法,就是随手拈来。 一个宗派之所以强盛,靠的就是底蕴。 羽皇门,摩尼寺之所以强,就是各种秘籍足够的多。 就算天赋不好的人,秘籍多,那总会有适合他的秘籍。 如此,一个宗派才能强盛。 腾青山很清楚,那家拳一脉,若真的要和佛宗,道宗并列。 那,他腾青山,也要达到羽皇,世家祖师的高度才行。 招文道,惜死可以。 五百年光阴,我不会有丝毫松险。 以求一日,达致至强者之境。 腾青山看着那一轮浩月,心中信念坚定。 黑夜过去,白天到来。 大岩山行义门,一片喜庆气氛。 整个大岩山上,大量侍女以及护卫军士随处可见。 腾家庄的两千多名男女老少,还有归原宗今天赶来的上万号人, 更是充斥在大岩山行义门的各处。 今天人还真多啊。 腾青山站在行义门大殿之前, 看着下方广场上的众人,在他身侧,便是腾寿,薛星,杨东三大弟子。 嗯? 腾青山眉毛一线,他清晰感应到一股强大的虚净气息正在不断靠近着雪英教的人来了。 这令腾青山心中对雪英教多了一丝好感。 一个宗派开山立派,是最大的日子。 其他宗派能够早来,是对这开山立派宗派的重视。 片刻后,雪英教道! 很突兀的一道声音从山下老远传来。 雪英教的人来了。 杨东惊喜道,还真快。 薛星忍不住道,不愧是有雪英,可以成作雪英的宗派,速度就是快。 邀请的五大宗派中,除了归原宗外,这雪英教是第一个道的。 腾青山则是看着下方。 很快,只见以一位阴沟鼻黑袍老者为首的雪英教数十号人,从下面广场正门进来。 走,随我下去迎见。 腾青山一声令下,连带着三大弟子过去。 哈哈,应该叫青山凶了。 这阴沟鼻黑袍老者笑着道。 五兄,就别取笑我了。 腾青山也笑着硬河道,当初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黑袍老者笑着点头,而后环顾四周。 青山凶,你这行义门的确是不错。 之前,你卖出的虎形拳,秘籍,我也看了。 虽然我现在还有些不懂,这内加拳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也看得出,你这内加拳明显和道家,佛宗迥异。 五兄,我这内加拳简单是一句话。 你们是静坐着练内劲。 而内加拳,则是打着拳法练内劲。 腾青山随口说道。 黑袍老者笑了笑,而后略微郑重,压低声音道。 青山凶,你将虎形拳,秘籍都传出去,到底所为何? 腾青山心中一动。 黑袍老者,不等腾青山回答,又道。 你这般将秘籍,用仅仅一百两银子的价格卖出去。 这显然,是要让你这虎形拳,传遍整个九州。 你这样一来,不是要从我九州各地抢人吗? 不说我雪阴教答不答应? 恐怕,天神功,摩尼寺等,都不会答应啊。 腾青山的这一招,大家都看得出,明显是抢弟子的这一招。 可是这一招,也只有腾青山能用。 因为,九州大地不管道家,佛宗,还是腾青山那家全一脉,刚开始都是练内劲。 练出内劲的时候,完全可以专修其他宗派秘籍。 这般向全天下散秘籍,一来,天下不稳,二来,是为其他宗派做嫁衣,没人做。 可腾青山不同。 的确,修炼内家全的人,练出内劲后,是可以修炼道家,或者佛宗秘籍,都可以。 只是内家全,在腾青山暗中安排下,已经传得神乎其神。 加上腾青山本人,一个二十一岁虚敬强者,这样的活招牌。 加上宣传的,一百人中才有一个能练出内家全。 一旦练内家全,成就肯定比道家,佛宗高。 如此宣传下,假如有人练出内劲,自然朝腾青山行一门跑。 这一幕,就令九州其他宗派不高兴了。 这不是抢我的盘上人吗? 五兄,这些事情,待到今天大典之后,我再和各位详细谈。 腾青山笑着道,嗯,天神宫人来了。 天神宫来得倒是快。 这黑袍老者,也感应到了。 只见一身白色宽松长袍的裴三,带着女儿裴雪莲,就他们妇女二人行走在宽敞的山路之上。 爹,你看。 裴雪莲惊讶看向前方,在行一门山门前的那座高大石碑。 裴三仔细看去,只见石碑上龙飞凤舞地雕刻着几束行字。 重行轻易。 重行且重义。 见其行,取其义,轻行而重义。 此为三重境界,若得其义,便得行义内加之精髓,大道可欺,腾青山。 这石碑上几行字,令裴三心中一惊。 因为这每一个字,都仿佛一头野兽一般,时而犹如猛虎般凶猛,时而好似猿猴般灵活, 时而犹如妖龙般残暴,那股扑面来的气势,让裴三暗自惊叹。 这内加权,果然不凡。 随即裴三抬头,只见远处,正门之上,那高高悬挂的牌匾,有着字右,往左三个大字,行一门。 第五十八章,终于到了。 在天神宫到达后,片刻后,银氏家族,摩尼寺也到达了。 自此,腾青山邀请的五大宗派都已到。 裴公主,还有诸位,我就先去拜祭天地了。 腾青山略微一拱手,便和周围一群虚敬强者,暂时分开。 只见行一门大殿前广场上,此时已经整齐地站好两千多号人,为首的正是腾青山,在其身后,则是腾寿、杨东、薛新三大弟子。 在这三大弟子之后,则是九十八名三代弟子,以及腾家庄全庄所有人。 当腾青山创行一门那天起,腾家庄所有人,便都是行一门一员。 乐起! 腾青山一声清冷喝声。 顿时,广场至上厚重的钟声响起,一声重似一声的钟声,仿佛砸在人心脏上,也震撼着人的心灵。 整个广场都好似站立了一班,在接连九九八十一道钟声结束后,立即鼓乐声开始,一时间广场内,竟是鼓乐之声。 许久,鼓乐停歇。 献祭! 腾青山清冷喝道。 顿时一个个身高近乎一样, 头戴红布条。 赤薄的大汉们,捧着一个个巨型的盘子。 盘子内或是一整头烤熟的牛,或是一整头烤熟的羊,还有各种水果,糕点等,祭瓶很是繁多。 足足八十一名赤薄大汉,捧着献祭上去。 腾青山从一旁私住,结果三根高香,红声道。 跪! 轰隆! 两千多号人,整齐华一全部跪下。 所有人都恭敬地不敢出声,目视着前方那一尊铸就的大顶, 就连脾气盛傲的天神公裴三等人,此刻也全部安静下来。 整个广场内人员众多,却是听不到一丝杂声。 天在上,经,腾青山身侧的私柱捧着祭天的祭文,开始颂读起来。 声音不断回荡着。 腾青山手持高香,看着前方的大顶,耳朵中则是听着颂读。 许久! 那私柱完全读完。 上香! 私柱喊道。 所有人跪着,唯有腾青山一人站起,恭敬走到大顶前,将三只高香插进大顶之中。 而后腾青山退下又跪下。 拜! 腾青山一声令下,众人进阶跪拜。 进行了三跪酒拜大业之后,随后又将众多祭品送到早就准备好的火炉旁,将那些祭品全部焚烧掉,以表示天地吃掉了。 最后,再次奏乐,待得古乐结束,这大点算是结束了。 秦山! 祭天之后,告示上仓后,从现在起。 你这行一门,就算正是立派了。 裴三笑着道。 腾青山笑了笑,心中暗自摇头。 受前世影响。 对于祭天、神灵之类的,他都不怎么相信。 不过在这九州大地上,就算是孤傲如裴三这等人,在祭天的时候,也是狠守规矩。 九州大地上,几乎任何一个人,对于祭祀等,都是很重视的。 所以,腾青山也得一规矩,全部做完。 立派之日,整个行一门内宾客齐聚大典,恭贺立派大喜。 待得久后,五大宗派的代表人物,便来到了一间幽静客厅内。 这五人分别是天神宫裴三,银氏家族的银海童,血英教的乌罗,摩尼斯的凡空,以及腾青山。 虽然归原宗宗主是诸葛元宏,可是诺大一个归原宗,却无一个虚境,案里根本不可能控制一周之地。 在各大宗派眼里,归原宗的领头人,康顶之人,就是腾青山。 青山兄,你应该知道,我们所谓何事了。 银海童苦笑道,你这次,将那虎形拳,密集传播开,可真是,你这么一做,天下间亿万子民得到这一套拳法。 一旦习恋有成,怕是绝大多数都来你这行一门,时间一长,这九州大地,都成了你行一门选弟子的地盘。 你说,我等各大宗派,该如何是好?我等,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血鹰浇黑袍老者笑道,这种事,也唯有腾青山能做,别人想学都没法学。 青山,说说吧,你想怎么办? 裴三旦笑道,那白美老和尚,凡空,也是看着腾青山。 这四家意思都很清楚,他们都不是傻子,是不可能看着腾青山这么做的。 虽然说,天下人暗中悄悄学那家权,他们各大宗派,没法强行阻止,可是,也有办法削弱影响,甚至于,共同联手,来压制行一门。 各位,腾青山笑着摇头,我行一门,如今人手携手,对各位根本没一点威胁。 将来可就有威胁了。 裴三威笑道,腾青山点点头,我对我那家权一脉是很自信,不过,我腾青山, 作为这行一门开山立派之人,我可以发誓,我行一门绝对不争霸天下,只会留在扬州五郡之内,这五郡之外,我行一门不会多占一郡之地。 不争霸 在场四方诸侯领头人都是一惊,不争霸,是自知难以争霸,才会那么做,如万象门,万象门本来实力,就不强,才选择走这一条路,或许悠久岁月下来,积累不少实力,可是永久不得争霸天下,一旦那么做,可就会引起天下人共怒了。 可是行一门不同,腾青山潜力无限,将来未尝不可能成为又一个致强者,从而,统一天下。 就算腾青山将来达不到羽皇的高度,可达到那东北王红天一般的地位,却非难事。 为什么,现在腾青山就将这条路给堵死了呢? 五郡之地,足矣。 腾青山笑道,各位放心,不争霸天下,这一条,我会放在我行一门门归第一条。 而且,我会很快将这一条宣告天下,让天下人都知道。 各位,如此一来,大家应该放心了吧。 而且我那家权修炼极为苛刻,一百人中都难有一人能成。 腾青山摇头道,就算权法传开,对你们各大宗派根基也无影响。 在场陪三,尹海彤等人,彼此相视,都露出一丝笑容。 百人中都难有一人,要求如此苛刻。 在他们看来,那家权修炼者,在九州大地上,数量绝对要比到家,佛宗要少很多,对他们根基不影响。 加上行一门,将对整个九州大地公开宣称不争霸,就如那万象门一般,那样,就根本不会有威胁了。 毕竟,一旦对天下人宣称此事,就没人敢违逆。 否则将遭到天下人围攻,而且自己宗派内,也会人心不稳。 哼,你们哪知道我的想法。 腾青山心中暗笑,我那家权和佛宗,道家根本不一样。 只要修炼略有所成,即使是小城,身体力量,也得有三四千斤力减。 至于经脉,那家权小城,这经脉就算没有完全打通,也打通了部分。 一旦转修内静秘籍,很快就能拥有较为浑厚的内静。 如当初腾青山、腾青虎修炼蟒牛大力爵,一样,青虎虽然只是内家权小城,可蟒牛大力爵,也能小成。 身体力量数千斤,再加上,内静数千斤,完全能达到一万斤爆发力,也就是一流五者水准。 腾青山暗道,这就是内家权的优势。 可将身体力量,内静,相互结合。 内家权小城,即可堪比一流五者。 而如果成就高些,经脉打通绝大多数。 如那,蟒牛大力爵,可以一口气修炼到七八层。 身体力量配合内静,完全能有数万斤爆发力。 腾青山心中自信,扬州两三亿人,数十年后,单单这两三亿人中,就能培养出数百万内家权高手。 数百万内家权高手,次一等,都该是二流五者。 正常的,都是一流五者。 也就是说,我行一门,能轻易形成一支超过十万人的一流五者军队。 腾青山早想到了这一点。 不过腾青山也清楚,如果内家权一脉太过强大,就会导致内部分裂。 就好像道家分裂成众多门派一样,我内家权一脉,如果也有野心,也会分裂成诸多门派。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就断了行一门争霸之心,没有争霸之心,我行一门实力又超强,那么会自然成为一个超然无外的圣地。 因为没有争霸之心,所有行一门内,就算有一些有野心的人,也无法利用行一门。 毕竟,一来祖师有一讯,二来早对天下宣称过,三来整个行一门,也公认这一点。 到那时,行一门实力无可争议天下第一,成为超越九州其他宗派的圣地存在。 虽然不争霸天下,然而,天下已经没有一股势力,可以与之争。 不过,这一切的需要时间,还需要大量那家权密集。 腾青山暗道,路,还很长,一切需要他腾青山这个开山祖师去打拼。 在行一门出现在九州大地试人面前的时候,在遥远的南方蛮荒深处。 哈哈,终于成了,终于成了。 一道沙哑的声音响起,只见一名穿着灰袍,脸上却是争獰伤疤的男子,正化作一道流光,迅速朝南方窜行,在经历儿子死去,宗派灭绝,又将自己毁容后,这股庸中于顿悟,悟透最后一层阻拦,达至虚净。 虚净强者的速度,是很惊人的。 也不知过了多久。 So! 满脸伤疤,只有一双幽冷的眼睛,摇摇看着前方山林,只见前方山林当中,特别是大树之上,有着大量的屋子。 这些屋子都是搭建在树叉上,各种交谈声此起彼伏,这里的野人树木,竟然前所未有的多。 而且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足有一丈,两米五,高,仿佛巨人一般,甚至于极少部分,身高更加惊人。 就是这,终于到了。 古庸心中默默道。 第十一篇,二十载风云,第零妖章,名册。 行一门东华院,也是滕青山和李俊如今居住的地方。 青山? 诸葛元宏急匆匆走进东华院当中,一眼便看到不远处,正坐在石桌旁的二人滕青山以及外公滕云龙。 诸葛宗主,滕云龙哈哈笑着站起,拱手道。 滕老伯。 诸葛元宏也拱手笑道,随即看向滕青山,有些焦急连道。 青山,我刚刚听说,你行一门将来永不争霸天下。 你怎么这么糊涂? 你这么通告天下,不是让你后代子弟永远只能归缩于那五郡之地? 师父。 滕青山笑着摇头,我有我的想法。 你。 诸葛元宏摇头叹息。 你之前和我说过,你这行一门要走接近万象门一路,可是,你也不必通到天下啊。 这样,不是把路给堵死了吗? 通告天下,可非开玩笑的。 那等于受到天下万民的监督,一旦行一门妄图扩大地盘,那就是违背民心,受到天下人吃笑。 行一门大军若向外征战,首先道理上就站不住脚,士气自然低落,内部不稳。 如此,根本没扩大的机会。 师父。 滕青山摇头,争霸天下所为何? 不管是秦岭天帝,还是羽皇,终究只是一时称霸天下。 他们一死,天下照样分崩离析。 称霸时,天下死伤无数。 而天下分裂时,又死伤无数人,这一统一,再一分裂。 对天下并无好处,对宗派也无好处。 何苦统一天下? 滕青山摇看南方,那世家祖师就看得透,他达到至强者境界后,便创造了众多的佛宗秘典。 而且,还让佛宗以宗教形式遍布荣州、梁州。 令荣州、梁州的民众,对摩尼寺绝对忠诚。 如此,才是长盛之道。 宗教,对人的影响,是极为惊人的。 秦山,可你行义门不是摩尼寺,并非宗教。 诸葛元宏摇头道,在他看来,就算不争霸天下,也不必通告天下,如此才有转还余地。 好了,不说了。 诸葛元宏也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滕青山一笑,没多说,只是暗想。 等十年,二十年后,看到那时候的行义门,天下人才会知道那家权的特殊。 滕老伯,写什么呢? 诸葛元宏,走到滕云龙身侧。 滕云龙站在石桌前,指了指石桌上的名册,笑道。 我滕家庄之人,也都是行义门门人。 所以我和青山他一起,将我滕家庄的名册,完全加入到行义门的名册当中,主要是二代弟子,三代弟子,分一下。 诸葛元宏点点头,不错。 是很麻烦啊。 滕云龙凯探道,当年青山年幼时,创出虎行拳,便成为我滕家庄秘传拳法,传男不传女,绝不外传。 庄内男丁大多都练过,现在要分成二代弟子,还是三代弟子,真比较难。 滕青山也点头笑道,像我永雷叔他们,是我长辈,而青虎则是我同辈,还有红字辈的,则是我晚辈,这明显属于三个辈分,却要安插在二代和三代弟子中,的确难。 作为一个宗派,毫无争议的一点,开山祖师,定是第一代。 而第一代,也仅仅只有开山祖师,才有资格名列,否则,岂会叫开山祖师。 所以,滕家庄内,就算辈分比滕青山高的,只要练习那家拳有成,那最多是二代弟子,还有很多人被列为三代弟子。 青虎是二代弟子。 卓葛云红,惊讶看着名单。 嗯,青虎是当初最早一批练虎行拳,练出内境的。 滕云龙笑呵呵道,他还记得,当年一群汉子,跟随滕青山这个少年学拳的场景。 那时候,岂会想到,一个山庄的少年,竟然能成为一代开山立派的宗师。 师父! 滕青山歉意看着诸葛云红,让青虎他们退出黑甲军。 这是? 你我师徒还说那么多? 青山,你帮我归原宗太多。 若非你,那青虎岛早灭掉我归原宗了。 现在,只是让滕家庄那十余人都退出宗内,加入行义门而已。 诸葛云红笑道,其实在心里,诸葛云红也觉得挺亏欠滕青山的。 论恩德,他自己,还真的没教滕青山什么,那家权乃是滕青山独有的。 反而,归原宗受滕青山很多,上一次滕青山要开宗立派,诸多元老都极为愤怒,更是让诸葛云红愧疚。 身为归原宗宗主,他是得为归原宗考虑,可他也知道,滕青山为归原宗做得够多了。 师父,滕青山笑道,归原宗也开始逐步要迁移到西边的永安郡,到时候,归原宗在永安郡。 我行义门则大延山这边,彼此距离甚远,我也无法时刻坐镇永安郡。 不过师父你别担心,我会安排好此事。 虽然为行义门门主,可行义门内诸多事情,大多被滕青山交给二弟子杨东处理。 而他自己,除了修炼,就是陪着妻子李俊。 按照大夫说的,小俊,你这两天千万别出去了,孩子随时可能出生。 腾青山牵着李俊的手,在东华院内散步。 没事的。 李俊却是不在意一笑。 对了,青山,我们行义门不争霸天下。 那天神宫,银氏家族,摩尼寺等就安心了。 按照青山你讲的,我算是琢磨明白了。 这内加全修炼者,按照这般发展下去,以后会很可怕。 那天神宫等,就眼看着咱们壮大。 当然不会。 腾青山摇头,不过,现在天神宫,摩尼寺等,对内加全,只是模糊知道些,并不知道。 这内加全,就算是小成就,在修炼内境秘籍,两者配合,达到二流舞者肯定没问题。 若是成就高些,便能达到一流舞者门槛。 而一些精英,甚至于有资格比拟如今,地榜,中人。 他们不知道,所以,才安心。 等他们发现内加全的可怕,那时候,他们肯定会有所动作。 腾青山很清楚这一点。 不过等,他们发现这一点,肯定是那家全修炼者,不少有所小成了。 那时候,恐怕是数年之后。 我们行一门,发展最迅猛的,就是最近几年。 最近几年,可以迅速招人。 等他们发现,再压制。 我们行一门根基已成。 腾青山一笑。 他没有能耐我何? 毕竟,当初是他们各个点头答应的。 腾青山就是欺负其他宗派,对内加全了解少。 现在麻烦的就是,能教导弟子的师父太少。 腾青山无奈摇头,幸好我腾家庄内,精通虎行权的有不少。 等在过几年,如今年轻的三代弟子,也有经验了。 即可以师兄身份,教导那些新进入师门的弟子。 若非师父诸葛元洪提到开山立派这事,腾青山本来想不及的。 现在这样,也好。 虽然初期急速扩张,要忙碌不少,不过行一门也会更早强大起来。 啊,李俊忽然一武腹部。 怎么了,小军? 腾青山一见李俊模样,哪还猜不到问题所在。 可能,可能要生了。 李俊额头渗出汗珠,连道。 你忍一下,我立即叫人。 腾青山立即传音给早准备好的大大,产婆等人,一个传音,早在东华院下院当中居住的一群人,立即拿起各种工具过来。 片刻后,东华院,厢房外,便聚集了一群人,腾永帆,袁兰二人,还有这几天都居住在这的清语,也赶过来,外面聚集了十余人。 快,快,热水快进来。 远处端着热水的女弟子,也是有功夫在身,捧着热水木盆,却是身轻如燕,飞速冲向厢房。 而腾青山却是在厢房门外,不断地来回走动着,嘴里隐隐念叨这些什么。 哈哈,青山,别走了。 你也是一派之主,沉稳点,坐下。 腾永帆哈哈笑道。 腾青山看了爹一眼,沉稳。 长期生死间磨练的心境,此刻根本无法稳住。 永帆,你就别说青山了。 腾云龙哈哈一笑,当年阿兰生青山的时候,你比青山还慌。 我,我和他不一样吗? 腾永帆一笑,我也就是个打铁匠,青山可是宗主。 遇到这事,宗主和铁匠,没区别。 腾云龙笑道,就在厢房外笑声一片的时候。 轰卡! 闷热的大夏天,忽然凭空一声响雷,令腾青山也是心一颤,不由抬头看天,只见天空中灰蒙蒙的。 紧紧没一会儿,斗粒大的雨滴,便铺天盖地的猛地砸了下来。 这暴雨说来就来,令原本在厢房外的一群人,立即冲到走廊上。 这暴雨来得真快啊,早不下雨晚不下雨,这玩儿快生了,他下雨。 腾云龙等一群人仰头看天,此刻天地间已经是一片雨幕,暴雨砸得各处是啪啪直响。 我看青山的娃,不一般啊。 这个时候下雨,腾永帆一群人倒是乐呵呵谈论。 腾青山则是更加焦急兴乱。 啪,啪,啪,暴雨不断。 轰隆隆,天空云层当中隐隐还有闷雷之声,雨更大了。 哇,一声高亢的婴儿啼哭之声,猛然响起。 嗯? 腾青山猛地站定,盯着厢房房门。 第零二章,五行之木。 生了,生了。 走廊上腾云龙,腾永帆,圆兰,轻鱼等一群人,各个激动期待着,腾青山更是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房门。 支呀! 房门打开,一股热气弥漫出来,产婆抱着一名包裹的好好的婴儿走了出来。 恭喜门主! 产婆在腾青山面前有些拘谨,是个千金。 女孩? 腾永帆倒是一瞪眼,旁边圆兰不满地瞪了她一眼, 一般乡下人,重男轻女是很正常的,毕竟女孩将来是要外嫁的。 这也是腾家庄当初定下规矩,虎行全传男不传女的原因。 不过腾青山却不在乎这点。 给我! 腾青山连伸手小心地抱住,比当初娶云梦白果不死草还要小心。 眼睛乌溜溜的。 腾青山捧着自己的骨肉,感到很是神奇,原本还大声啼哭的婴儿此刻,却渐渐哭声小了下去,一双小眼睛努力睁大着看着腾青山,似乎眼前这个巨人哪里吸引她似的,他恐怕此刻还不懂父亲的含义。 好神奇! 抱着女儿,腾青山感到自己有什么,和女婴联系在一起。 对,是血脉相连的感觉。 她的体内,有我腾青山的血脉。 腾青山看着怀中女婴,而将来,她也会将我的血脉传给她的孩子。 她的孩子,也会将血脉继续传递下去,人命中有大限。 没人能长生不死,可是,上天却有如此方法,连着血脉永久传递,生生不息。 和女儿的血脉相连,忽然让腾青山领悟到一种什么叫真正的生生不息。 有时候,有些道理即使懂,可是不亲身感受那种感觉,是永远没法真正明白。 是这样。 腾青山一手抱着女婴,另外一只手,不自觉地,竟然施展起拳法。 青山? 猛的一声大喝。 腾青山被吓得一惊,清醒过来。 回头一看,正是她父亲腾永凡。 腾永凡一瞪眼怒道,抱着个娃,你就练拳了,如果娃摔了碰了。 她还说着,旁边的圆兰,则是立即从腾青山怀里,接过了女婴。 哇,婴儿也被吓得再次提哭起来。 哦,乖,别哭。 圆兰在那哄着婴儿。 腾青山面对爹娘的眼神,不由尴尬摸了摸脑袋, 其实刚才自己是摸到了一只苦寻不道的木形之道的门槛, 不由沉静当中开始演练拳法。 不过和女儿的安全比起来,这木形之拳,以后再研究,也不迟。 虽然说,错过一次顿悟机会。 至少,我明白了感觉,找到了门槛。 腾青山已经对木形之拳,第一拳,已经有了一些雏形。 哗哗。 原本噼里啪啦的暴雨,此刻却渐渐小了下去。 怪了,玩儿要生的时候,雨拼命下,现在玩儿一出生,雨又变小了。 腾鱼龙仰头看看天,回头笑看向腾青山。 青山,看来你这女儿也不一般。 嗯,是不一般。 腾青山在心中补充了一句,抱住她,才让我突破木形之道门槛。 就在这时候,只呀。 房门开启,只见脸色微微有些苍白的李俊,竟然走了出来。 小俊。 腾青山连走过去,李俊笑着摇头,我没事,只是身体略微虚弱点,不过影响不大。 再怎么说,李俊也是先天强者,诸国酒也服用过。 小俊啊。 原来笑着,将女婴递给李俊。 来,娘抱抱。 李俊抱着女婴,眼睛都笑眯起来。 青山,选定名字了? 李俊抬头看向腾青山,为将来孩子的名字,他们早想过不守。 腾青山看了看女婴,仰头看天,此刻雨竟然几乎停了。 这夏日暴雨来得快,走得也快,果然不虚。 既然他出生的时候,下着雨,而且,也令我对木行之道略有所悟。 那么,这孩子就叫灵吧? 上面一个雨字,下面两个木,与浇灌树林,也令树木不断生长繁衍,生生不息。 腾青山直接否决过去想的名字,而起了这么个名字。 腾红灵。 女儿的名字。 腾红灵。 灵灵。 李俊满一点点头。 低头看看怀中女儿,低笑着道。 灵灵,这是你爹起的名字哦,好听吗? 在一旁的腾青山有些忍不住,压低声音在李俊耳边道。 小俊,你照顾好灵灵。 我,我就先闭关,这刚有所悟,时间久了,担心。 李俊一正,闭关。 孩子一出生,老爹就闭关。 嗯,你去吧。 李俊也是明白,这悟到,应该顿悟时候,就立即感悟最好。 时间拖得越久,那种感觉就记忆得越模糊。 仅仅谈话片刻,腾青山对自己那种顿悟感已经减弱很多了。 So! 腾青山立即飞窜着离开,朝东华院旁动腾青山专门的密室赶去。 青山,你干什么去? 腾永凡之前没听到,不由喊道。 他是去忙重要事。 李俊连道。 这孩子刚出事,啥事比这还重要? 腾永凡有些不满。 于是,腾青山的女儿腾红灵刚出事第一天,腾青山就闭关苦休去了。 腾青山女儿出事,这可是一件喜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许多和腾青山相熟的朋友,不管是腾家庄的,还是龟原宗的,不少人都赶过来,送上礼物,看看腾青山女儿。 可是令他们惊讶的是,腾青山这个做爹的,竟然不在。 青山真不像话。 孩子刚出事,就忙他自己的事。 腾家庄不少老人,如此念叨着。 孩子出事的第七日,李俊正坐在池塘边,旁边正放着一摇篮,摇篮中就是女婴,李俊轻轻摇动着摇篮,笑看着女儿,旁边两名侍女也是和李俊笑着,陪着李俊谈话。 师母,师母。 只见腾兽,杨冬二人一道跑了过来。 嗯? 李俊疑惑看着二人。 阿兽,你们来有什么事? 是有些事。 腾兽刚开口,旁边的杨冬便打断,连笑道,师母,师父他出关了没? 还没有。 李俊摇摇头,杨冬眉雨间不由露出一丝急色,还是低声道,那师母,等师父出关,命人传我们一声。 嗯,好,我会告诉你们师父的。 李俊点点头,杨冬当即拉着腾兽,一道离去。 夫人,似乎有重要事啊。 旁边其中一个微微高歇的侍女开口道,李俊点点头,看向腾兽山密室方向,不由有些交集。 这么一闭关,还不出来? 难不成,要像在明月岛禁地当中一样,一闭关就数月时间? 李俊只能忍着,继续带孩子。 带得天色渐晚的时候,一道身影从远处走来。 青山。 李俊连站起,眼睛一亮。 这些天实在,是对不住。 腾兽山笑着走来,先是低头看看摇篮当中的女婴,忍不住嘖嘖赞叹道,小俊,零零比刚出生的时候漂亮多了。 你看那小脸蛋,那鼻子。 孩子这时候长得最快。 对了,青山。 这七天,你闭关得怎么样? 李俊不由问道。 腾兽山弯腰小心抱起了女儿,同时道,这七天闭关,是不及顿悟效果好。 我苦苦琢磨七天,也只是创出,木行之拳的第一事和第二事。 这第三事,我怎么都无法创出。 可惜,若是当时顿悟没被打断。 不被打断? 你是不是练拳,就将灵灵给扔飞? 李俊没好气,看了腾兽山一眼。 当然,灵灵更重要。 腾兽山微微皱眉,不过,五行之道,我对于木行之道,是最不擅长的。 这次虽然凭着之前一丝感悟,加上这些年的琢磨,总算先一口气创出两世。 可是这全法九世,一开始都是最容易的,越往后越难。 按照我现在这种速度,我感觉,雾木行之道,比火行之道,土行之道,要慢十倍。 腾兽山无奈道,就算腾兽山有前世炼拳经历,就算他观摩过神仙玉壁开山三十六世,可是,他终究不可能五行之道道道道轻而易举。 慢十倍,那这要多久才能成? 李俊担心道,说不定。 腾兽山摇头,比如我水行之道,若无赔三,指点我从生死之道入手。 恐怕我要多耗费两三年功夫。 至于这木行之道,入门就如此艰难,以后,恐怕每创造一事,都较为艰难。 除非我再顿悟几次。 腾兽山咧嘴一笑,这句话,显然他自己都笑了。 顿悟是可遇不可求的,岂会那么容易遇到。 那就是说,青山你的实力,短期内很难提高。 李俊说道,对。 腾兽山点头,我如今掌控八成天地之力,加我身体力量。 要提高,只有将木行之道再做提高。 不过据我估计,这种感悟速度,没十年二十年功夫,想要木行之道大成,不太可能。 李俊不由点点头,悟到意图,只能脚踏实地,一步步来。 腾兽山淡笑道,现在,我的目的就是悟通木行之道。 那样五行之道,进阶攻城,到了那一步,我才有资格,努力想方设法,进军洞虚之境。 前进之途,愈是往后愈难。 而现在,腾兽山则遇到五行之道中,对他而言最难的一个。